桃花类 学名桃胶 是桃树的树皮 分泌出来的红褐色 或黄褐色胶状物质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 是不可多得的天然食品 杜叔 咱后边要做什么呀 看你这么辛苦 今天做一道菜 糯米纸包鸡给你吃 靠着靠着你 靠着靠着我 那咱先做什么呢 先做糯米纸吧 先做糯米纸 糯米纸制作原料极少 只需在清水中 加入少量糯米粉 搅拌均匀后 此时桃胶便派上了用场 好 现在可以加桃胶了 桃胶的作用是什么 是让它凝固吗 它起凝固的作用 它起粘性的 哦 粘性的 对 桃胶有很强的水溶性和粘度 桃胶泡水融化后 加入其中 能极大的增加糯米纸的韧性 不易折断 那咱们现在就得烧火烤是吧 对对对 没错 你怎么给它弄上去呢 你看 就这样 哦 擦上去 对对对 哦 这其实 哦 你这样给它擦成一个这个 对比的形状是吧 对对对 陆书说 制作糯米纸并不复杂 将调好的糯米粉汁水刷在锅面上 只需五秒钟 水分烘干 锅面形成了一层白膜 慢慢地啊 慢慢来 对 也这样 你看 哎 起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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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真薄啊这个 我拿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 能吃吗 能吃 是 肯定能吃这个 没有什么味道 加在那个桃花里这里面嘛 这才韧性更强 我给它折几着 咱们看一看 你看 现在拉起来就是拉不动了 这让我再咬一下再看看 哎呀 你看 哦 是吧 这个韧性就看出来了啊 证明这个桃胶的作用还非常大 陆书说 糯米纸的制作更多考验的是对火候的控制 因为糯米纸极薄 稍不注意就会因受热不均 导致局部糊掉 而这正是陆书发明这个炉灶的秘密所在 球形表面的设计可以使受热更加均匀 糯米纸得来不易 陆书决定用它做个好吃的纸包机 将切好的笔记和鸡肉一起用糖 盐 蚝油腌制30分钟后 先前做好的糯米纸就该上场了 明白了 就是用这个糯米纸啊 把它包出那个像春角一样 这点活难不倒我了 这个比去无简单 吃的时候更简单 对 鸡肉包好后用蛋液挂护 再裹上瓜子仁和面包糠 130摄氏度的油温下锅 10分钟后捞出 外酥里嫩的糯米纸包机就做好了 味道超好 味道超好